大家好 我是香港大學政治及公共行政學系的榮譽港師袁李昌 我也相信之前給大家的形象是一個比較建制派的人 因為我曾經都出任過湯家華民主思路的總幹事 後來雖然和曾俊華去助選 但之後也加入了新民黨做了他的政策總裁 不過和新民黨的立法國議員容凱欣結婚之後 其實已經去了新民黨之外的會言致富工作 其實在九月初我已經離任了 我相信很多人都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我在這次的修例上會和我的太太和建制派有一個不一樣的看法 但我想大家都要知道我的家是一個政治上可能是全香港最複雜的一個家庭 我有一個建制派的立法會議員的太太 我有一個前人民力量的主席的阿妹 家裏的人的政見也都很多元化 我那個人一向都是以一個中間派自居的 但我又覺得我作為一個中間問題不大 我其實兩邊的事情都聽 也都經過了在建制的一些經歷都了解他們怎樣去做事和怎樣想事的 所以這個都挺有幫助 我想今次這件反修例或反送中的風波 其實對於香港對於中央是一個很大的考驗 我其實當初都是以一個比較學術的角度去作為一個切入點 因為我想在香港其實要同時比較精通一點 最少是香港研究或香港的政治和國際的政治 同時這兩樣東西都了解的人其實是很少的 政府本身亦都更加很少 中央的港澳系統一向都不是處理這樣的事情 我就比較幸運一點 我在香港大學其實我就教一課叫做Hong Kong and the World 香港與世界 剛巧其實我本身的出身都是讀戰略學學 戰略研究去出身的 其實基本上在香港就研究一些國際關係 中美關係這樣 又這麼幸運給我這一兩年就上這門課 我自然要重新研究香港的政治、社會、經濟等各方面的東西 所以令到我可以從兩個角度去看這件事 很明顯今次修例 當初我的切入點是用國際政治那邊 因為其實這個逃犯條例 其實如果根據張曉明這樣說 有四類人會被人捉上去 其實基本上任何人包括外國人在香港 都會有機會被人捉上去 所以其實這個對於 這個對於外國政府特別是民選的 政府基本上是不能接受的 因為他們的國民的人身安全是受到影響的 也不要說有些國家可能會以為你藉著這個修例 令到你人心惶惶 再令到你自動在香港的投資可能自動 自動撤出 或者影響到他們每一個國家的利益 所以從一開始我會覺得這個修例 不是一件好事來的 但以我亦都所知道 其實對於建制派也好 中央也好 甚至香港政府也好 其實所有泛民說的東西 都覺得一定是錯的 一定是害他的 但這次就這麼巧 其實泛民說的東西 即是他想去停修例 或者有其他處理 其實正反而是對於國家 對於香港是比較有利的 但由於那種很基本的敵我 那種矛盾 那種敵視 其實都忽略了他們的聲音 但是在政府 我想大家都有個問題 為什麼政府會這麼亂來 甚至這麼無能 這個我想是和我開始講的框架有關係 林鄭可能相對於我前老闆 葉劉淑儀 她一向是一個對內的官員為主 她的國際 當然他們這些高級的公務員 一定會派住過 例如倫敦 這些地方 但不代表她很懂國際關係 或者國際的政治 所以對於她來說 這個是一個完全的一個盲點 而我亦都講到 其實全香港真是比較了解 香港政治和國際政治 雙方同樣了解 可能不超過一百人 甚至不超過五十人 其實她是 這個正正處於一個很大的盲點 所以其實出事都不奇怪 但我相信這個運動裏 其實抗爭的一方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 head start 因為其實這個風波出現之前 其實他們已經有想過 譬如台灣因素 有想過譬如美國的因素 那才是在這些前提之下 在這些 assumption之下 他們才進行這個抗爭 相反 香港政府可能一開始 都覺得 是要解決這個陳同佳案 跟著 中央也都沒有想到 原來這件事 牽涉得這麼遠 所以其實 一開始就算 不要計算 現在遲了三個月才撤回 即是一開始 六月九號 其實大家的考慮 那個深度其實都已經有一個很大的差異 但去到 是的 我們明白 即是現在政府是 終於要搞了 搞了接近三個月才撤回 在這個過程裏面 令到其實 我們知道其實 這個運動裏面 主要支持的有三類人 即是有一些中間少少的市民 有和理非 有勇武派 而中央和香港政府 這三個月都 都 你說引蛇出動也好 你說 他們只是保持強硬的姿態 其實就 變相 令到這三班人 是 會自己 會更加緊密 所以即使 現在撤回了之後 都好 但其實你會見到 已經 民意已經是 已經是 固化了 已經其實很固定的 所以當然 撤回之後 有些中間的市民都可能 會建議是會收手 或者各方面 但其實 這三個月是很關鍵的 即是令到 令到 令到 令到很多事情 當初是可以 可以 有所改變的 或者 或者可以 可以有得慢的 現在其實已經 已經 已經變了第二回事了 當然我們都知道 當初 整個運動當初已經由 最初的反修例 去到 現在是 去到 中間一段時候 是獨立奪償 現在是一個警察暴力的問題 而中央到現在 其實都 不是很願意去放鬆 或者去收手 所以這個其實 回到一個 應對這些運動 一個基本步 基本步一定是要 去分化 去拆散 這些支持者 但 這三個月的浪費了 就是令到 本來最基本步 都洗不到出來 所以 其實 建制派 裡面 甚至中央 他們都有大聲音 覺得今次撤回 他們慢慢覺得 可能是一個錯誤的決定 都不一定 因為他們很堅信 其實撤回 他們見到社會的反應 原來撤回 都是 衝突 那個示威 其實是沒有 是沒有平息下來的 但這種 他們這樣的 比較僵化的思維 也正正令到他們 是不會想到一些 新的措施出來 去令到 去令到運動 有任何的變質 或者改變 所以 這一整個 我們會見到 現在 所以 可能 可能政府 和中央考慮 突然之間 他見到 美國要立法了 美國要香港人權與民主法 他現在要立法 所以 其實陣腳都亂了很多 當然 也有一個 另一個考慮 就是 區議會選舉 臨近 其實建制派都很急需要 去止血 他再不去止血的話 其實 可能是 已經沒有得救了 我們其實 在最新的民調 就是 香港民意研究所 其實都見到 政黨 其實建制派大部分 都跌了 那個支持度 跌了至少十個 百分點或以上 這個對於他來說 是一個 非常之危險的 情況 來的 但我都認為 其實最主要 中央也好 香港特區政府也好 其實都是 頗為擔心 這個 人權與民主法 因為其實 這個 當然 這個法案 最終的條款 還未出來 我們不清楚 但他都知道 其實可以牽涉很廣的 警察 也會有可能 甚至是 那些選舉主任 也都有可能 當然不要提行政長官 主要官員 行政會議 其實都可能是一個 制裁的對象 其實也都中間 所會得出一個 新的法學作用 的可能性是很多 是多到 以現在 特區政府 和中央 比較僵化的 手段 或者思維 其實我覺得 基本上是應付不到的 所以他們都會有些 有些慌亂 有些陣腳大亂 我覺得這個是很正常的 但其實當然 他們一定程度還是 停留在他們的同溫層裏面 他們的Echo Chamber 他們的回音房裏面 令到他們其實都 現在都是一個 怎樣去 立場之爭來的 即是 我是要這樣 你就要這樣 但實質上怎樣去解決問題 實質上怎樣去應對 應對美國的壓力 其實特朗普已經在聯合國裏 都講話 都講話關於香港 但原來你這幫人 在香港 在中央 你還在想 怎樣去 怎樣去 撤回是沒有用的 我之後就不會讓步的了 我之後就繼續強硬 但實質上 他們想到些什麽呢 所以這個是 會將會 影響這個 運動的一個 極大因素來的 我個人都覺得其實 在林鄭撤回了之後 其實運動已經進入了一個 新的階段 當然 這個是無可避免的 因為其實 之前那三月 老實講 我會覺得是 中央和特區政府 其實是豪了給示威者 因為這個令到他的運動更加 更加壯大 但其實現在是一個 見真章的時候來的 當然 好彩的就是 其實運動可以幫他 繼續助言 或者繼續升溫的因素 都不少了 你看其實本來有一陣子 其實運動都有一些少少沉寂的傾向 但自從 警察的暴力 是 這麼明目張膽 在鏡頭之下 原來都一些折制都沒有的 這個 甚至已經得到了一些國際的關注 這個也都某程度 反映出 中央和港府的策略 他非彈不管用的 非彈不是很可行的 但也都原來 在他繼續拖延下去的情況之下 令到其實局勢慢慢繼續 對他們的至少繼續去惡化 所以我們也都會見到 接下來我們可能樂觀些 是下個月 即十月 可能就會見到 人權與民主法 可能已經在美國 兩院 加上特朗普 可能都會通過了這個立法 這個也都是 一定是會令到運動 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我們隨後 如果 雖然有消息說 區議會選舉 建制派可能很不想 很不想 很不想 原本的時期 很想押後去舉行 但是 這個 這個也是 會是這個運動裡面 一個 一個理程碑來的 所以我至少看到 這個會一直 去到台灣 1月11號 下年1月11號的 總統大選 才會有一種 階段性的平息 因為中間實在 助言的因素 和事件實在 實在太多了 所以 當然 是不是一定會 維持一個 暴力 或者經常都 會丟一些汽油彈 這個是不清楚 但是你會見到 近期至少 運動變了做 很多是人鏈 很多是唱歌 這些都是一些 一些新的轉變 但是當然 最終 很多的結果 都會取決於 中美之間的關係 特別是美國的取態 再見